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有一个门诊的考核 我们到时候呢 对各位的门诊要有评价的 因为吃了什么东西吗 有吃减肥药 吃了减肥药是吧 他很敏锐 啪一下就把减肥药这个事情给抓住了 你讲英语吗 对 我可以讲英语 这种问题是有缺陷的 其实他的在鉴别诊断方面是有缺陷的 我现在给你开一点抗生素 我要吃几天啊 哇这个 我们一起看一下用药指南 那我相信你还是相信用药指南啊 这一组的三个特别难选 各有千秋 我觉得应该是伟航吧 选王伟航的举手 四票 现在怀孕都没有结婚了吗 没有 从时候第一次来内经了 这次也决心心脏不舒服有关系吗 有可能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 怀孕 你不会搞错吧女儿 怎么了呀 怀孕你知道你问题很大啊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选择先倾听 可以可以 医生你讲的有道理 他处理这么好 我觉得是高尚吧 那我们高尚 全票通过 欢迎来到腾讯士兵自制的职场 观察类真人秀节目 脸人心动的offer第三季 上一期节目 我们看到的是肝胆仪 和心内两组的医学生 在代教主任带领下的表现 那么这一集 我们要看到的是 神外那一组的医学生 在主任带领下 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病人 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接着看 神外三组我们来了 第一个 哎第一个 不言同学 没戴眼镜 嘿杭哥 好像想先喝水 这习惯不错 我保持这个习惯很久了 给你推荐汤 我喝开水 这个是一百三十五度超高温度费的水水 风格好吸收 最适合早晨空腹喝 嗯 吃完去 走吧 哎 拿着花呢 哎对啊 为啥拿花 哦 教师姐 哦刚好9月10号 现了八十 叶老师 这个是我们三个人送的 哎呦哎呦真是难为奇 我还在感性感性 希望不要给叶老师带来太多的麻烦 不会再麻烦 那是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 哦好谢谢你们 我们挑了一支钢笔 哦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肯定喜欢 谢谢谢谢谢谢 我相信你们以后也会变成老师 我们也是一起共同进步 一起成长 你们拿个这个是干嘛呀 送你去划教师节快乐 哎呦哎呦谢谢谢谢 当时给你教师节快乐 哦谢谢谢谢谢谢 教师节快乐 谢谢 还是我喜欢的 送给护理部艺术话就辛苦 部队长再说一下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哇太感谢太感谢了 潘老师啊 记住快乐 记住快乐 哇张主任看望自己的老师 感谢感谢 89 哈哈 听大家分力前行 不断的超越自我 今天要比明天好 这就是师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 来 请 老天太怎么样 我听听看来 好 好的 你反正给他住了哈 一不书摸就叫我们 好不好 好的 没事 哎呦 我会来看你的 不用你来看我 我会来看你的 谢谢 拜承啊 拜承啊 这个怎么样 那这两天怎么样 好痛的 所以昨天我们家 还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慢慢会好起来 谢谢啊 好 没事 哎 没问题 高兴点 开心点 知道吗 开心点 哎 问你说 你没事情啊 你凳子搬到这里 外面看看多舒服啊 心胸都宽广了 天看看多舒服啊 这是啊 我们的神外三子 你们有感觉 今天有希望可以去健身了 担心胖五十斤回去 有希望啊 我觉得 好了吗 病室血差不多了吗 还没有完全形态 那个二床那个病人 我还没找到他 不是 你的情况我还跟你说 刚又跟护士长确认一下 你今天任务有点重的 就是什么呢 今天的二十五床跟三十一床 有变动的病人 都是你的 嗯 我先去拿个病 然后看看他的以前的事情吧 嗯 我发给你 你看老师我们好像还没加微信 哦 加一个 搭上送车车了 赶紧都加 快搭呀 送车快 哦 那行 谢谢 我来 其实喝完咖啡我没有困扰 我這招很好睡 我都是早上閉合開啡的 你們兩個去西區準備胸川的東西 胸川 胸川 你們兩個穿 我穿死了 胸川穿死 你主穿 劉唱做助手 我跟東准在邊上給你們保駕 這個好刺激 哇 動作快 早點穿掉 壓力大了 大 別怕呀 不敢弄了 不敢上手了 我給你那個視頻 你看視頻了 我有視頻 但是 慌嗎 最主要是避免氣胸 他真是真著急了 真害怕了 好緊張 就先把真穿進去 穿進去之後從旁路把導師順進去 穿進去之後再把真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就開始擴皮器 把擴皮器擴一下吧 擴完之後 然後把擴皮器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真倒垮 正常來說 十厘米 他不停地再反覆確認 要怎麼弄 就要去腰穿了 也是要穿刺啊 腰穿刺主要是取腦脊 這裡是嗎 劇痛 看見了 我們先去找譚老師 腰穿你們之前做過沒了 我沒有做 那你今天有信心上手試試嗎 好的 怎麼穿啊 要不先緊急先跟你講一下 對 反正穿的時候你就注意 一定要針尾要抬高 因為經常初次穿的人 都是喜歡這麼就進去了 往往他跟你腰背不是垂直的 腰穿真進去了呢 你就一般進個這麼多 如果有突破感了 你把真心把上看流不流水 因為有些病人比較淺 他可能一兩層突破感 他就出水了 已經把我說得全身雞皮疙瘩了 別忘了測壓 有時候一扎出來水了 高興了然後就忘記測壓了 然後到時候取完標本以後 我們回來再找護士打標籤送標本之類的 好吧 然後就是注意無菌操作 聽著壓力好大 行 走 好了 調理好了就出發 哎呦 逢辰從來沒有這個 這是人生第一穿 第一穿 讓我先想一遍 讓我先想一遍 不用太緊張 有些不確定的想清楚沒關係 但是病人的安全始終是首先的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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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都涼了 各位旁觀者我都無法說服說不要緊張 怎麼可能不緊張 沒錯 而我先想一遍 到你放衣袋 去坐吧 開了 可可 大會兒給您做一個胸腔穿刺 不用擔心 大概十分鐘吧 嗯 那我們就開始做高盛 你把位置擺一下 像我剛才教你那個體位 对 那穿此点你确定了 就这个点了 是吧 行 那好吧 那就消毒 洗手 然后口罩帽子戴上 我们开始做吧 找这个位置了已经 已经开始紧张了 先消毒 我觉得心在狂跳 你在外面啊 没事 坐会儿 看够了吧 看到他上次穿过那个点 还蛮好的 他还比较深呢 再疼一下啊 叔 你上你过去吧 加油 到了已经 很好 好 往回浓点 呼吸声都很大 手 哇 天呐 轨道就建好了 太吓人了 帮我擦一擦好 这可是主刀特有在意 平时一般我是肩膀给你靠一靠 我白大瓜脏 不能让你靠 你现在进去多少了 还没进去 没关系 我来帮他弄过了 小伙子看看啊 我们这里非常要紧的 一个 扩皮针的长度 这里至少有15公分左右 所以我至少要进去4公分以上 然后一个手指头垫住他的胸臂 轻轻往下松 你看 这不就好了吗 你看我的动作 盘好 拿掉 这尾巴都不会动 然后拿起你的管子 我们给这里拿块纱布垫住 因为有些凶水可能会出来 好 这个时候我轻轻地把这个圈放开 看到吧 然后呢 轻轻地 把它 拉出来 好了 来 接下来你给他把水测出来 好 好了 来 我们该给他封个管啊 侧孔封管 因为竹孔我们要引流的 边上擦干净 盘得好看点 我们老干到时候要要要看的 你这个问号盘得好不好 好的 我们做好嘞 等下叫护士妹妹过来给你这里贴个标签 记下时间深度 好嘞 很简单 有什么不舒服你到时候告诉我 没啥问题就这样 我一头发手段到一段路了 秤新鲜 你觉得你今天拿的针怎么样 你这是拿飞镖吗 针管很重要的 什么是针管 我们一致笔如果是针管 我们拿法是这样拿的 你是怎么拿 你是这么拿 你在干什么 你在打飞镖啊 这样的拿法的后果是 你这个针里头会晃的 两只手全部都悬空 你的内力有几极啊 你九阳神功练过 还是九阴真经练过 刘畅你抓住尾巴 导师不要动 导师不能动 你送的是整根管子 尾巴管了 头管了 你必须要 下次如果说再有机会来做 你给我好好想过 某一部动作 我知道你很 不是热 你是紧张 出汗多 很正常 我第一次做比你出汗还多的 你给我学 或者你给我记住 任何的操作 很多东西叫所谓 世界决定成败 知道吧 好的 我们帮他把体位摆好一点 好的 先帮他把人挪到床边一点 对对对 二十三家属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腰穿 待会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把体位摆一下 要给你做个腰穿 对 会有点痛 你要忍一下不能动 好不好 对 如果动的话 可能会多穿几次 就会更加痛 好不好 一定要坚持住 不要动 床要摇平 要平躺四到六个小时 平躺四到六个小时 对对 对 让他在这边穿 右手边 好 新把船摇平吧 你跟你妈妈说一下 一定不要动 但我们会打麻药的 就打麻手会有点痛 准备工作做起来 好 定位看出来 定位看出来 好了 阿姨给你打点麻药 麻药针扎上去会痛一下下 这个手势完了 又是飞镖 飞镖手 调整了 这时候再找找位置 一般我们说 打麻药之前就要定好位 因为打完麻药这个地方 可能肿得一塌糊涂 感觉她还挺 淡定 挺稳的 一斟出水 一吶出叶 凑丫吧 有天赋 就是天分的 对冯琛你看他就不会汗流浃背 他就没有 他很淡定 他手也很稳 十一 一百一 差不多了 冯琛是没有什么临床精神的 没有 他是最年轻的 第一次能做到这样 学霸 这就是有天赋的人了 你看他真的很稳 哇塞 真淡定 是这样 这个后面是刚才我们扎针进去的一个针眼 三天之内不要沾水 我们给你贴这个东西过三天以后拿下来就没事情了 然后我们东西收好它再躺回去就没事了 可以多喝点水给他 不错吧 一针出水 可以的 好了吗 好了 你不知道穿的那个小哥是生平第一次穿 手都基本不怎么抖的 哎呦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老师也很骄傲 然后半个小时不到 他已经在朋友圈里发完纪念了 发完纪念了 感觉穿完他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的 很满意啊 我觉得做医生最关键点是我们的临床技术一定要够硬 这样才能给患者带来信心 这是保障我们有良好的医患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这个孩子理科的技术非常好 科研的天赋非常高 有规划 整个框架你看这么早 年一就已经整个研究思路进去了 全能行的 小冯还是很有潜力的 小天才 哈喽 李不言 我不语 好难得碰一次啊 嗨 今天好整齐 太困了 我今天做胸酸的时候呼呼猫哈 呼呼猫 那简直汗都要洗脸了 胸脉大汗 脸色苍白 心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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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尚性格真的很好 我要睡觉去了 我要去值班室睡一会儿 我太恐惧了 我等也去 我觉得我们应该放松一下 听听歌曲吧 喜欢听棉窑 我好久没听音乐了 你知道我现在要听一听 对 感觉好像如释重负啊 对 太辛苦了 小悠小悠打开空调 别对着我直吹呀 一会儿感冒了 不会的 立着红光耳机空调 它这个变风耳机 能四十度调节 定制无感风 不光凉快 还能够避免直吹呢 还真是 挺舒服的 来赶紧睡吧 嗯 嗯 哇 这一幕幕 陪伴 我们现在下去 对门诊 试试看 那么后面我们要谈话的 主要注意这三部分 第一个是 术中的风险 也就是这个A这一栏 其实常规的模板差不多 噢 我也 术中睡法 后列的大科技 第一条可以第一条 你们家李不嫣 这些 哎呦 突然醒了 可以进来了 来你挂号单给我一下 对 试试怎么不舒服啊 好的 我现在给你看看 我现在请你别的地方 放松 肚皮完全让它软下来 不要用力 这里都不痛 我这个就是这个 你到那个住院部 17楼那边 你就说你找刘医生 我跟他打过电话了 好的 现在去看看 谢谢啊 完全跟着 跟着 大家过去吧 我们用的已经到了 那上面点 好 有什么不好 是这样的 我前期是确诊了有垂体瘤 这两天 反正前天开始了 改定有点头晕晕的 有点心慌 因为这段时间 一直是在吃药通知的 可能最近开始了 小孩又要复到作业 可能每天 稍微有点 睡眠不能会 我比较是不是有影响到 然后当时退诊之前 发现的是因为 喝酒的时候 就因为眼睛湿地模糊 就压迫到十成钉了 那个瘤因为比较大 考虑到因为 毕竟是脑部手术嘛 然后术后之后 用可能没人照顾 因为我爸的话 他也是 是那一年 也是那个 对 另外一种 跟这个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他是恶性的 086 086 对 他瀑布的 哦 那不一样 你这个毛病跟他不一样 尽管也是一种 这个是良性的 你看 秘乳书 从2万多 19万 到现在2千多 大幅都得下来 肿瘤也明显的缩小 小伙子 有信心 好吧 继续治疗 但是要定期的 要长期的要用药 对 对 等一下要抽个血 可以 真功能因为他要检验好 才能做增强脂光症 嗯 嗯 你自己也感觉得出来 但是我要看检查结果 见人家一生 我的妈呀 哈哈哈 就是热死现场 真的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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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擦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那先到这查好了又再来 好 好 谢谢 啊 偷喵 偷喵 你好 啊 进来 先说一下 我妈就是说 头里有一个浪漏流 这个都没干嘛 哦 哦 等等我妈你别说 哦对 我知道 嗯 老师和老师等下 都动个小手术就好了 那你给妈进来吧 我具体问 具体问他 好吧 这个好难啊 那么请坐吧 嗯 嗯 嗯 自己有什么不好啊 不舒服啊 嗯 什么毛病 那个 心脏 心脏啊 花了二节饭 哦 然后吃瓦巴林 晚上在家里都是 半夜都是口家出血 哦 那除了出血以外 其他的症状呢 大脑不好 哦 那为什么去查大脑 你不是心脏不好 老师 睡着了 滑倒 哦 大家有什么要问 对啊 您在摔倒之前 就已经曾经有过 头晕头痛这种 不舒服的感觉了 这个出现的频率 会是怎么样的 会高吗 还是说很长一段时间 才会突然出现一次 吃一点之后就是腿 那就是要做 搞活 反正在家里也搞不了活了 你感觉头一头痛 这个大概会有多长时间了 多少年之前就会有 手臂洗手做了 有的有了 手术之后三年 那有换其他药物 给你做一个桥间 有啊 现在吃这个药 他们要这样啊 就是这个 你因为摔了一脚 去做检查 可能有关系啊 所以这块东西呢 可能还得需要我们看看 要再查一下 这个是脑溜啊 嗯 嗯 直奔主题了 脑子里面一颗两个星的 一颗小块一样的 对 所以找一个不几天 你给我猜猜它 这个消化就灭了 对 不要担心 没事好吧 人都蛮好是不是 刚才说的 你如果不摔就要 不会去检查 人都感觉不到 没事啊 嗯 嗯 不要担心 要动消息 大家 人家是花了十八了 哎不一样 你这个老门跟人家不一样 妈你不要管他 现在都一包 农包很多都好报销的 几千块钱了 对 几千块钱 哈哈哈哈 这个不用担心 你人好些最重要 哈哈哈哈 我们健康最重要 那么先 到时候我找你啊 好的 你回去一下你商量一下 嗯 好好好 没事 没事 现在没事 哎 好的 肯定有问题 你好 你问题真的是有点问题 你没问题不来看了 妈妈 你先回去 还是人好最重要 你自己感觉现在好好的 那怕什么 好 好吧 先观察 好的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好的 反正有什么问题再来 好的 我们在问病史当中 我们特别对一些心理 可能没有 本身没有时间准备的 或者说他对手术 特别老实在要开刀 顾虑很大的 而且家里人特地跑进来来 打个预防针 那我们更要注意 面对人永远都是最难的 这个门证他们两个表现什么样 因为他们始终就是保持集中注意 就在一个厅的阶段 我觉得也还可以吧 他们会主动来参与一些比如问诊吗 这个可能也是我疏忽了 我就一路自己问下去了 好像应该多给他们点机会参与一点 我带他们去病房做了一个腰穿 红圈之前没有操作过 所以我站在边上让他上手做了一下 顺利吗 一针扎出来 那不错 顺利的 作为他的这个阶段来说 他无中观念 这种操作手的稳定程度都还好的 对 还是不错 那天的手致病程度调理很清楚 好的 反正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代表 让他们临床支撑能够更多的接累 是的 我真的在高度表扬 哎呀 一个医生好难呢 工程量巨大 白天做了第一次腰穿 虽然第一次都成功了 但是我内心还是很紧张 紧张归紧张 手还是没有懂 好骄傲 还是很开心 多亏两位师兄和 呃 谭老师教得好 非常开心 这算是走上了 神经外科的专科道路 我也成为神经外科医生 进了一步 See you guys 好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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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其实看到那个穿刺的真的会替他捏一把 对 对啊 对啊 好紧张 最主要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别同样做穿刺的两个 一个是高尚 一个是风尘 还是有很不一样的 嗯 尤其是那个东北东北小伙子好像容易出汗啊 哇他那个汗多晚上低 他的那个紧张成 对我觉得他已经紧张的已经吃空了 熟练了之后 大家那期之后就会缓解 对大部分人是去情绪紧张型的 当他自己见过了上过来 我相信高尚下一次就不会懂 嗯 而且我觉得我特别佩服逢称的一点就是 他的那个抗压能力 因为他自己在给那个病人做穿刺的时候 他当然也知道 病人知道他是一个实习医生 对 然后他完全能够顶住这所有的压力 然后他自己然后可以稳稳的一针就出水 真的很稳 我觉得他自己的那个抗压能力和他的 再加上他的那个知识 那个专业能力配合在一起 我对他真的印象 这算不算职业天赋啊 我觉得肯定有有关系 他那个手那么那么稳 嗯 而且就是感觉一点都不害怕的样子 不是因为我手就非常非常抖 哈哈哈哈 哈哈所以说 就是你越注意这个手 他越抖 对 对我也发现就是我们在看高上穿刺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 就他越抖我越 那肯定还是会紧张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学校里是没有办法练的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勒 对你只能到医院 然后总为我第一次特别紧张 这个我们最应该问问毛毛 就是你第一次用针 接触到病人的皮肤的身体的时候 最开始是接触同学的皮肤 互相扎是吧 对 高尚的那个状态和你当时像不像 或者说 最开始肯定会紧张的 而且我觉得你就是 就像有心理暗示一样 你越紧张 你可能就是越有问题 又会出现一些问题 明明之前有一些常规的东西 不会错的 然后也会弄得 比如说步骤不对了 或者怎么样的 手又贴 就怎么也弄不上 反而你心理压力不那么大的时候 反而能够比较稳 你印象最深的 给他炸的那个对象是谁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 就是明明他那个血管非常非常好 却一针没有炸 就炸进去 就他是一个壮年的男子 那个血管之粗 你就并排打两个都能打 就眼看着那个血管在那又粗又直 你有夸他吗 一下我就 你就觉得就是胜券在握了 却没有 我都傻了 却没有 没有回血 我说怎么可能呢 那个壮年的男子没有对你 没有壮年男子都可 比较是理解了 当主人在温诊的时候 那个话题 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讨论一下 就是那个患者已经说了我母亲的这个情况 希望你帮忙 帮忙 隐瞒一下 会 一般来说呢 相对而说 就是现在的像年轻一点的人 我们可能更会倾向于告诉一些指向 但是稍微年老一些的人 可能相对更委婉或者告诉家属 某种程度上 我其实理解刚刚那个家属 就是比如如果是我自己的患病的话 我可能希望医生直接告诉他 那种状态 你不能这么做 那种状态 我可以有这个状态 但是我能不能这么做 叫而那种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但是可能会没什么 正在那种状态 我可以做一个状态 我可以说 那他们说 那种状态 那种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是什么状态 在这个状态 感谢观看 因为我印象张主任他就是说有什么就直接说什么了 我以为他会就是不太同意他们瞒着家属的 但后面没想到看到了张主任他特别柔软的一面 也是我特别窝心的一个瞬间 六边形 大家都是六边形的全能一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看看最后一组 神外标准化病人 我好慌 你们体察会比我们复杂啊神经 我感觉你们神经的话会有一些小锤区要快敲一下 我的锤子在里面 那你们就得跟茶坊一样查一套了 对啊 您是相应的嘛 你说他发现片子上想到有点问题 什么攻击啊查一下 站起来走两波 你们是不是都这样 站起来走两波看看 没病走两波 因为他们考完了 对 他们就完全可以开玩笑 然后那天他把体察表从头到尾全部查了一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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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可以的 好 开睡了 苏普桑年 李不妍来了 张老师坐在后边 为什么我也紧张起来了 我觉得有种淡淡的担忧 你好 请坐 你叫请多多是吗 是的 不好意思啊 我看一下消息啊 好 行 好 请问一下你这一次是什么原因来看病呢 我就是脖子很痛现在 哦 脖子痛是吧 对 除了痛之外还有别的情况吗 有没有恶心 就是四肢发麻 四肢发麻是吗 对 哦 好 那我们先用你个个个来问好不好 你说你脖子一直都很痛 是最开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段时间我也没太注意那个 大概多久呢 大概半年吧应该 那你这个昨天又是什么情况呢 昨天就是坐车的时候 师傅一个急刹车我就往前冲了一下 然后脖子的痛感就特别明显 行 你是有撞到哪里还是只是单纯的急刹车 就是前后摆动了一下 前后摆动了一下 没有撞到什么东西是吧 没有撞到 一直没有缓解直到来看病吗 对 你昨天有去看病吗 昨天没有 那我昨天去看了病了 我今天还来干嘛呢 然后你以前有什么过敏的情况吗 没有 有做过手术什么 没有 除了这次外伤 还有别的外伤吗 头部或者脖子的外伤 好的 然后那些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 那些应该没有吧 没有 比较年轻 好 其实你问了半天 你要不要给我先检查一下呀 这个我等下会给你做体察的 因为我还是要把这个病史记录完全一点 我静安快一点 好吧 然后我再给你马上处理 好的 然后请问你有结婚过吗 你这个病例上应该有吧 我才20岁 你问我有没有结婚 天哪 好 医生你到底行不行 你现在问我的一些问题 要跟我脖子痛有关系 有一些是常规的 需要问的 然后我先给你做一下检查 好的 你现在是 哎呦 痛是吧 对 那你手能不能动一下 能动 就是可能会有点没力气 没力气是吧 对 好 好 那我们 你的可能是一个颈部的原因 可能是在颈部有一些颈症症突出呀 或者也有可能会有些别的情况 反正现在需要现在做一下检查才能知道 好不好 你刚刚不是给我做检查了吗 哦不我还要做一些别的检查 比如说核磁啊这些东西 哦 好吧 好吧 医生我的报告 好 医生我是有什么问题吗 嗯暂时看你可能是有一个颈部的椎间盘突出 这种病不是年龄大一点的人才会得的吗 我现在才20岁 从这个磁关针上看是这个样子的 你现在因为已经有了一些麻木的情况 头晕的一些情况 然后你可能需要去挤住外壳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处理意见 然后我给你开一个转诊单吧 好吧 那你意思就是你现在这里你不能看 你给我支不了 嗯 是的 你这不是敷衍我的吗 你都没看出来我有什么问题 你就把我打发走了 让我去其他看一下 不是我 医生我现在觉得你就是在耽误一下 我的时间 你知道吗 你要不给我找一个你们科 比较厉害一点的医生 李不妍拼命跟他讲 这个是要看齐住外科的 说明什么呢 李不妍可能是不够熟悉我们神经外科 什么叫神经外科 我们不是老百姓说的脑外科 光是开脑袋 这个椎间盘突出 神经外科当然是 你可以看啊 是你的专业啊 第二呢 没有很好的给他一个科普教育 他的颈椎病最尖满头 跟他的长期追剧低着头看手机 现在年轻人很多 你没有看到他的在你面前 反反复复就是低着头来看 都不理你 没有很好的去强调这一点 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治疗方式 对 可是改变生活习惯是最难的 哇你终于回来了 我对患者怼晕了 疯狂怼我 那我来给你看嘛 你行不行 他也说了一句话 我这么年轻 我什么有最近犯图书 你是不是乱说话 你是不是想让我走 你是不是不想看 你行不行你能不能做这个手术 我的天 多病连环问呢你这是 哇你弄的缝衬很紧张啊 张家应该稳吧 对他有临 他有临床经验吧 嗯 张家没问题 你好 你好 你好请坐 我是你的主诊医生 我姓张 这次的话是因为有什么不舒服 所以我来看病 是我最近的 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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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 出门吧 嗯 我老是忘了 觉得那个 煤气脏没关 但是我跑回家 好像 他像火是熄灭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 有这样的症状特性 好长一段时间 可以再具体一点吗 什么时候 这种状况是 我说我孩子就有了 嗯 但是呢 我就是头 刺痛 就是昏倒过一次是前一半发生的 什么时候 就上个礼拜 就一周前是吧 头痛 对 血运 然后噁心 全身 就是那个 冷汗 就平时头痛 你说厉害吗 就是针扎 针扎一样 针扎一样 从什么时候大概就会偶尔有头痛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 那您前面说您这个记忆力感觉就有点减退 很多年就有了是吧 这次主要就是因为头痛 然后那次晕倒了 我擦了 您好请坐 然后晕倒了 当时人意识还有吗 就我在做事情醒来的时候都倒在地上 是多长时间我肯定是不知道的 然后以前有做过什么手术吗 大的外伤这样子的 没有 没有 都没有过是吧 平时有什么过敏的药啊 吃的东西有吗 也没有 也没有过 这边的话 初步可以说可以先确定的是 您这次可能是一个癫痫的法座 癫痫 对 有可能是一个癫痫的法座 你怎么会说癫痫 就是说从家里面从来没吃的呢 对 癫痫的话 包括可以有意识上师 有自己抽出了这些症状 在具体的诱因的话 就需要看我们接下来的CT 子宫症 和子宫症 会不会有一些发现什么东西 像CT的话 可以考虑这边会有个轮廉的站位 站位是我们癫痫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诱因 或这里会有快亮亮的东西 这两边是不太一样的 可能考虑的还是一个胶脂瘤 胶脂瘤 刚才诊断来讲这个病人 因为子宫症一出来 才讲诊断都很明了 所以说明整个来讲一个 枕疗的这个思路也好 处理意见来都还是不错 胶脂瘤的话 是颅内的一种 是颅内的一种肿瘤 它的来源的话 对是一种神经 对是的 它真直接 它真直接 直接就讲 这个 这个严重吗 程度肯定是严重的 因为胶脂瘤的话 不管怎么样 不管它分级是几级 胶脂瘤都是一个 要算恶性的一个疾病 它怎么能直接说呢 什么恶性呢 这个要做手术吗 开颅 对是需要开颅 对是需要开颅的 对这个 对 这个接受起来 会有点困难 到底是不是 我们要怎么处理 我们还需要住院之后 进一步 把这个治疗方案等等 检查方案给制定下来 这边的话 单子先给你去办住院证 好 谢谢医生 哇 会不会太直接了一点 是 怎么样 我那个 这个 胶脂瘤 还有激发性癫痫 对 你这个都是吧 他把那个检查报告 拿进来给我看 我都想到了 肯定要么就是 额叶孽也有什么东西 在那个地方 要是老板 坐在什么观察室里面 还好坐在我旁边 我真的 对啊 老板坐在后面 真的我受不了 我就受不了 我这字字都超懂 电脑操作会操作了 会一点 知故前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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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人家说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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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在他手抖了 封城加油 请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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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是吧 对对对 什么问题啊 我也是医生啊 就是皮肤科来的 皮肤科医生 同行 同行 这个 我大概讲一下我情况 嗯 就是六五多月前 因为月经不调去看的 然后去查了性激素 然后发现我的那个密乳素也很高 然后他们就让我做了个头部CT 结果发现 单区找了一个站位 这篇子很包括都带了 好 我先看一下这篇子 我们那个放射科专家 我们医生也看过了 都是可能手术 所以我就想说来大大医院再看一下 嗯 好了 说的都是很专业的词汇 红尘压力太大了 现在手术呢 还要看检查情况 因为你这个首先是有一定症状的啊 我也看到这个 这个 暗区的站位性的一个改变的啊 嗯 然后我们先 是要手术吗 是 密乳素引起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垂体线流呢 很多时候是可以用 嗯 药物来治疗的 也没有说一定要到手术程度 您放水科也说了吗 暗区的一个站位 我知道这里也比较重要吗 是一个炸弹吗 呃 也不能这么说吧 很多时候 呃 用的太规担心 血腥很多的时候是 呃 良性的为主 是可以有 药物可以来治疗的 但是 也不能说你一定你的大小 或者你的 程度是不是 药物治疗还够这个这个来得及 或者是 会有没有手术必要 我们还是要做静谋检查的啊 我先把你的病例先写一下 可以 我们主要还是要 呃 做这个 火 来着同行的凝视 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要进行一个M1检查 对吧 然后然后看我们肿瘤的大小和情况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要做我们更多的一个激素检查 因为除了我们性激素整个肿瘤还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脚刀线激素 还有一些生长激素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要确定这个整体的一个站位大小情况呢 还是要做一个我们正规的眼科的检查啊 它这个视力也会有影响吗 如果它吹气流足够大啊 压迫到前面的湿神经的话 会对你的视力是有影响的 就是 我赶紧去查一下 方生应该的整个检查 诊疗的思路还是都非常不错 后面还是让它去到眼科去做了一个视野检查 擦出来还是有 有偏盲 学术很扎实啊 感觉 我们现在初步诊斗还是跟M1检有关的 做一个垂直线 那我们主要是这一颗啊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要手术了 因为我们这个信息素引起能 可以通过吃药来解决问题的 它已经影响我的视力也是可以的 一米多一点啊 其实没有说特别大的程度 很多时候手术其实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过程 很多患者都会通过吃秀引起来解决 效果还是蛮好的 他这样的坚持是好的吗 这是一个密乳素腺瘤 首选是我们药物治疗的 你也可以看到 凤称能坚持药物治疗 所以这点来讲呢还是不错 很坚持这个 面对同行 凤称好棒 但是他这个病人是一个我们同行 为了访称在一方面的问题 大概是就是吃这个药的话 多少大的比例 我就是说可以获得实际上的效果 可以缩小啊或者这样子 我建议是一个月左右来复查 可以查密乳素来看一看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然后三个月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核磁的一个结果 万一我怀孕的话是一直吃还是说 嗯就是 运气是应该不能吃这个药物的 不能吃 因为我这样怎么办 我给我怀孕 所以我们先 没有药能控制的话 所以我们先近期先看整个药物控制的结果 要我们吃药对它没有影响的话 那我们再行商量进行手术治疗 万一真的到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视力下降了 再做这个手术我可能会哭吗 嗯 嗯 这确实很难 嗯 看整体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是要 对自己有非常敏感的一些察觉 这个药以后 后面怀孕 结婚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 这个当然经验的问题了 没有很好地给他一个答复 什么时候这个药 还要下这个药一辈子吗 就这些专业方面的这个内容呢 当然还是千缺点 但是也可以理解 毕竟来讲这个还是刚刚初次结束 回来了 哇 怎么样 唉 你是不是也大汗 搞得被心计大汗 我就是我遇到过最后问问题的病人 我怀疑他是看过教科书来问问题的 好可爱 怎么了 超过他自己是个皮肤科医生 哦 那就难怪了 好家伙来当考官呢就是 我的天哪 我们这不是问诊呀 这是考试 我们这是面试呀 来来来 咱们讨论一下谁的更好 那就在张恰和冯春之间讨论吧 作为李福岩的粉丝团团长 你这么快放弃了吗 我是冷静的 我是冷静他 真的 冷静客观地说他 这里头我觉得 其实就是临床经验的问题 他 他 那这个我们再看一看那个张恰 我觉得 他的那种自信那种流畅程度 专业程度 我觉得印象都特别好 嗯 就是最后他对说说那个恶性 这个事表达的太 直接 有点直白 在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他都没有毛病 嗯 而且感觉很冷冰冰的告诉你 人家 人家 就一个巨大的消息 可能考虑的还是一个胶脂瘤 是一种神经 对 是的 是的 这个严重吗 程度肯定是严重的 就像恶性的一个疾病 我们做旁观者来讲的话 觉得他有点过分冷静了 嗯 对啊 我觉得也不差这点时间 这也是一个 一个态度吧 就是他 就是你感觉专业嘛 但是这里头确实有一个问题 胶脂瘤是发展非常快的 哦 他并不是说那种可能五年生存率 好好好可以耗一段时间的 哦 他就是进展很快 所以其实他的开刀的这个时间不能等 哦 哦 要越快 他就是要挺快的 那某种程度程度他这样直接说 那也是对的 也是对 就是也是缩短这个 嗯 那我也觉得来得及 还是跟他家属先说一下更好 不要照顾到他的感受 对 这里头我觉得是一个 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空间 但是不能说他有很大的错 就是可以做得更好 冯琛呢 那是跟经验相关吧 对 因为他面临着一个同行的这种 这种提问 本来专业度就非常高 他只是有一个问题含糊了 就是说我要结婚生孩子怀孕 对 这应该是有提个建议 对吧 但其实那是病人自己的生活呀 可是他就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对 特别说 对 因为他是一个秘鲁素分泌异常的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对于他的身孕呢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嗯 但这句话呢 他犹豫了 哦 对所以这里头呢 专业稍微有点欠缺经验 但是我觉得整个 因为他这个病诊断对了 嗯嗯对 对他才24岁 然后就能够应对那么多的问题 已经很厉害 他是最小的 我很想投给冯琛 我也 就是他就是这一轮胜出 我会选张恰 张恰 但是张恰就 因为我感觉啊 可能这个考试 他可能更重视的是你这个整个疾病的诊疗过程 技术性的专业性的这个 本来我还想投给冯琛的 怎么突然这么一说的话又张恰了是吧 我同意陶主任说的 因为是还是从专业技术上来考核这一次 像我觉得冯琛有几个很大亮点就是 我觉得他在很多极端的那个 那个刺激和高压的地方 他总能够反应的特别的好 张恰也不差呀 我就是觉得这种就比较有天赋的人 就是他在有一些压力的情况下 他反应的会 或是那种积极的可以弥补他之前那个漏洞 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有天赋型的 那就封撑吧 对上一轮我们选的是张恰 结果答案是封撑 这一轮我觉得怎么也应该张恰 躺一下 躺一下 又开始的人笑一 怎么会最后落在这一句呢 你想的这是比赛之外的因素 对你应该用专业点让我们怎么 是怎么也该给他 我的直觉呀 我就 那这样这么说的话 那我还是投给冯琛吧 我也投给冯琛 这是我的内心 不不不这一个我要坚持的说服大家说 选张恰 真的吗 是吗 是吗 对 那那那就是张恰和冯琛 对 投张恰的举手 哦 投张恰的举手 哦 那行了 完了 来再来一遍嘛 投冯琛的举手 不死心 哈哈哈 哎就一票的悬生 一票之差而已 哎呦这是险胜啊 对啊哇塞 每次都在他们这一次最难 等于说把三位 我们选择的留下来啊 我们这次要三个全队哦 要三个全队加油啊 我们我们真的是务必要三个全队啊 哇他太吓人了 哎呀 你们都不准他 我始终还是觉得谢续超 可能会是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我们投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吗 我们投的是汪伟航 啊 但是我始终还是有点点 加实赛是吧 加头一轮是吧 再次我想阐述一下我方观点 为什么我始终担心呢 阐述我方观点 哈哈哈 继续超呢 他毕竟真的给外国人看 并相对来说他外语水平 我觉得已经 非常难得他的外语水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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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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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而且上次已经选了汪伟航了 呃第二轮这个票数是几比几来的 四比三 也是四比三 没有就光是四就没在头了 那还有毛吗 哈哈哈 那可不就 那可不就是四比三吗 真的是 哈哈哈 也是不死心 好的不学学坏的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也是过于严谨了一点吧 哈哈哈 好我们再投一次啊 来来来来 我们再投一次啊 试一下啊 投 汪伟航的举手 他怎么变五 哈哈哈 变六票了 嗯 经过抗争之后 哈哈哈 哈哈哈 小县彻底输局 来吧来吧来吧 让我们看一下结果 看来 来了啊 明天是不是又有新的评分票 哦 我这是体察应该是浮粉 嗯 哦 谢谢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来变啊 半个字 来吧 跟上次一样了 那是笑容总是令人震惊 拿着笔记一下 那个 这也是笔记 啊 看那个顺序进吗 嗯 他说跟上次一样 谁都不敢进 来 你们先进来坐下来吧 好吧 好想偷看一下成绩的 等待宣派一样 这次呢我们 这个是SP病人的这样这个 这个诊疗的这个模拟的考核 检验大家掌握 那情况如何 嗯 我们这里呢 两位学员啊 啊 这个高尚 还有我们的刘畅 这应该是高尚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对高尚应该比较稳 结果是刘畅 少也在做 我们呢先说高尚啊 火星内科的病人 他给他做了 关于找孕方向的这个引导 跟整个的沟通 沟通的非常之到位 但是问题呢 也恰恰就出在这里 哦 其实你花了大量的精力 没有把它放在 围绕在他的心肠病上面 你围绕在调解他 跟他老妈两人在吵架 但是 心内科的具体的疾病 以前关了 你一句没问 然后你就很心甘情愿地 跟了他跑偏了 果然专家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戏 一下就翻车了吗 那最后这个得分 是79分 那我们刘畅呢 碰到一个 也是心内科非常常见的 一个27岁的一个女性病人 经常熬夜的 反正感觉哪里都不舒服 具体说来是心脏最不舒服 而且呢 这个人有个非常典型的 叫做到处寻医问者 你看我这些症状 什么胸闷啊 胸痛啊 然后这些 这些都是前面 是不是建立在 要给建立那么多检查 这样 你的这些检查 我这次都给你做 做完之后那些指标好的 你是不是就不担心了 这一点 刘畅做得非常好 首战就要失利 现在改还来得及吗 我 我有 我有点不能接受 这是什么意思 不会吧 刘畅最后这个分数 前后加塞有90分 什么 上来就错了吗 这怎么回事 我们上一次也是非常笃定的神外三子错了 慢慢找到了一些规律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们就不要再互相再惋惜了 来吧 看后边啊 那我们肝胆以外科 第一位医生是汪伟航啊 我们汪伟航的这个表现呢 中规中矩 但同时呢 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啊 啊很严重 你认为他吃减肥药导致眼睛黄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你今天怨气好病情里面 减肥药是它的核心 但是各种各样的减病 都会导致黄胆 既没有给这个病人去查那个 避操 也没有查影像学 完了完了 你的临床思路没有打开 一个人黄胆着到你面前来 最后走的时候呢 还说 嗯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呢 嗯 嗯 胆造系统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或者你可以给我开一点 就是护肝 然后治疗的药 对的我会给您开的 对的 半个月之后 你再过来复查一次 好的 嗯好的 是不是好像稍微 简单了一点吧 病人很可能两周以后 你就再见不到了 所以你诊断是正确的 思路也正确 但你的处理 实际上是不够的 我给了你75分 啊 啊 就这么 然后呢 这是王蕊的表现 我都快笑死了 刚才 病人B超 显示一线尾部有很大一个囊肿 这个病人呢 是需要用一些外科的措施 来处理它 无论是穿刺也好 引流也好 都是要下一步穿刺的 王蕊一直就是说 吃点药就行了 吃点什么药 吃点抗生素 那我要吃几天 你先 这个 我们一起看一下用药指南好吧 因为这个的话系统里面他没有说 那你怎么还要看用药指南 我们的病人就说 我怎么好像查出来抗生素不能用两只的 然后我王蕊同志说 你等等啊 我 我查我手机拿出来我查一查 然后呢 这个病人说 这个医生啊 你直接当着我的面你要查 千万别当着病人的面 一查之后把你在病人面前的 所有的微信和信任感 全部都消失掉了 今天你的分数是相对最低的 给了你70分 我希望以后 能够更老练一些 完了呀 他最低的呀 然后呢 其实今天 谢徐超的这个病人是一个俄罗斯的病人 这个英文呢也有一点这个俄罗斯腔就是说 然后我们这个小超呢 这个全程都是很熟练的英语跟他对抗 专业英语上也也非常好 可虽然 也认为 那么我们应该做多些测амен 比如 一绿医家测试 我需要顾面血液 你炸泥试 你珍许试 嗯哼 对 在谢续超的整个诊断过程中 整个流程都是明确的 整个逻辑医学的逻辑思路也是明确的 整个病史诊断依据都是充分的 综合呢 我给你打了这个 80分 oh my god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被打击了啊 不会连错三题吧 天啊 不会不会我们要有自信 来来来 怎么看一下啊 神经外科我们三位呢 你不赢 你对我们系统性的神经外科专业 包含了脊柱脊髓 你忽略掉了 这个颈椎键盘突出 他问丁老你问怎么办 怎么处理 你没办法处理了 最后打太极拳了 把他推到做击足外科去了 所以孩子要需要注意 就是刚才某个检查 包括有些一些问题 问证 一不言 86分 这么高 这个张倩呢 91分 哦 有一点 你还得要注意的 完了 完了 他原来只是怀疑可能脑子里面有问题 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等CT指控证出来以后你直接告诉他的胶脂瘤 这个片子的话 可能考虑的还是一个胶脂瘤 胶脂瘤 对 你可以跟家属责面讲 你这个预后 恶心程度 手术风险度多大 但是跟病人 从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所以这些交流沟通当中 还得需要加强 好吧 这个缝撑 缝撑应该在整个 问诊 检查 鉴别诊断 以及处理意见当中 一个总体来讲 孩子都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所以给出的分数也比较高 缝撑93分 你看 我们全军覆过 以前出现过这种情况 当然没有 所以我想SP病人的这样这个诊疗过程 有些确实是我们需要不断地 去改进 去提高 只有这样呢 你的经验也会积累越来越多 像我们三位 刚刚入职的时候 或者第一次看门诊 也有一些经历 我那时候也是犯你们一样的错误 后来我慢慢纠正一点 阎老师在安慰他们 应该先安慰一下我们吧 没有人安慰我们 我第一次出门诊 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住院医生是不出门诊的 我那时候已经快快富高了 我记得我才出第一次门诊 我这个人长得比较娃娃脸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自信心也不是很足 然后刚好跟我一起配在一起 那个实习生呢 是个一米八几的一个烙腮胡子 他是老师 你是学生 对 然后我过来之后呢 基本上每个病人过来 都不理我的 都说 哎 这个某某女 都问她呢 说 哎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我什么什么 然后我在旁边坐着很尴尬 我可能跟严尊说说也有点像 因为为什么 我那以前一直诊室里面只有一个人 我的病人呢 是见了我以后先走出去 他以为走错房间了 所以这种事情是蛮多的 所以说 门诊有一个要点就是什么呢 自信心 外在的这种威压感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那时候 有时候故意出门 只头发不那么乱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这个胡植物养长一点 是吧 一看就是那种 创伤的感觉 那次序就会好一些 但最主要还是要学得好一点 这个专业知识要强一点 对 这根本 两位都讲到了 你的门诊要有权威性 但是权威性一定是源于你的 专业的数字扎实 靠得住 这是我们行医的 最最基本的基础 人心 当然是我们需要具备的 高尚的这种情怀 但是没有一个医术做打底 你最好的想表述一个这种人心 空中乐阁 我们讲医生是一种经验医学 是临床积累 这个积累从何而来 从我们的每一个精管的病人 越久越多 才能成为经验丰富的大医生 所以希望各位从静后的我们的一点一点当中 我们的临床经验不断的丰富 才能够更好地成为我们的临床医生 好吧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啊 给我们上了一课 给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 毛毛 我们今天感受一下现在的一模 回去写首歌 怎么会这么不一样啊 和我们想的 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个 这三个主任重视的点可能不太一样 对 对 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地把刚才已经发生过的 对我们的这个打击赶紧放下 因为我们猜错是很正常的 我们不是打分的人 标准确实不一样 而且反而更像是我们对医护人员们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很熟悉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是在治病啊 或者怎么样 但其实他们有很多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 对 我其实很想帮李不言向大家请教下这个问题 就大家觉得就是他会被病患这样低死的 他身上的那个原因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还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验 没有足够的水平 那在大家的经历当中有就是碰到气场被别人碾压的这种经历吗 我自己理解的气场就比如因为我们唱抒情歌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舞美或是伴舞人员会非常非常少 我们刚出道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我觉得我撑不住这样的气场 所以我要干什么事呢 因为我的大鱼的前奏都特别长 所以我就会剪掉一段 有的时候是的 但到现在我开始慢慢的 可以去习惯就是他在场的前奏或是剑奏 你就可以撑得住 哪怕我站着我觉得我可以或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气场也许是一个可以慢慢经验增加之后会变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所有的气场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你的自信 对 地气 自信就是说你的笃定嘛 笃定来自于你做功课 你准备周全 所有东西是这样的一个连环的东西才能够到达后边的所谓的气场 李不妍 记下来 好好努力吧 不愧是他的粉头 又下雨了 下雨了 你可知道对我错过什么最残忍 就是你很想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杂人 和无限那那颗心 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很 恨的好爱不分 这下雨天太阴影了 你有没有穿着别人的伤感呢 你是经历过什么吗 哈哈哈哈 啊你是被谁伤过这么深 请说说你的故事 我有酒哦 你有故事吗 我现在才看到昨天实际给我发了一句明天顺利 你跟他说我把咖啡打翻了 要咖啡打翻了 看蓝蓝张主也习惯了 师门关你 对师门关第一杯咖啡一定是翻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师门关的也打翻咖啡 我们搞一个事儿吃饭这事儿 我想去再看一眼 嗯我也想吃饭 可是我还想看去 还想去看一下病人 我那我那个病友 他们估计也换了药了 但是我还想去看一看 因为我昨天跟他说了 我今天会来看一下你 啊 结果我今天忙一天 林姐姐 林姐姐呼唤 林姐姐呼唤现在去办公室 快快快 老师 你猜要买来给谁的 哦 应该是我胸穿的那个患者 嗯 为什么要送给他 因为他也算是我们的老师 嗯 哦 本来应该你们两个准备的 我想你们应该可能没意识到 因为这件事情 我在若干年之前 董主任教我也这么做过 我这个好暖心 所以我也延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刚好一个教室节 我觉得也是个蛮好的契机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给病人比较好 那我们先去看病人 这个好温暖 老汉 老汉 有没有睡觉 可以可以 没睡啊 这个干什么 问他要干什么 对于胸香穿刺的这个操作 我们两个算是新手 其实很感谢您的信任 正好是教师姐 然后趁着这个机会吧 也感谢您这位 以患者的身份的老师 谢谢您 这个怎么讲 这个怎么讲 有点反手足无措 不用讲 不用讲 应该你坐下来 坐下来 是这样子的 老汉 坐下来 谢谢啊 谢谢你们 好你们的医生 有你们的医生 也有我今天这个身体 谢谢啊 好的老汉 你慢慢坐下来 真的很感谢你 因为刚刚我也在跟他们同学说 那我也是从小医生 一步一步走过来 大家都一样 所以很谢谢你 给他们机会 信任他们 让他们从会做 到慢慢慢慢做得更好 所以你也是他们的老师 是 不如你没有今天机会 你不肯定老师 确实是 每一个好的医生 都是从自己的努力医生 的生长 以后变成的 我以前是同意的 也成为工程师的 对啊 对啊 你看也很棒 是不是 我们这个真实的体验的话 也说永远是行事 对对对 恭喜你 谢谢 谢谢你们俩 好的那你休息吧 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刚好别的病人也去看一下 好 你们拿 好的好的 还好不啊 今天我好像在这边 更加痛 你知道为什么会痛吗 我不知道 你只痛的那个 你 把拉拉拉 拿掉了 您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 您这个耐受已经很强了 就忍一忍好吧 明天见了好吧 老师那个三十床的那个 注意细想 你们会跟他说吗 我们只会痛就该进食了 好香 今天状态比昨天又好很多了 走了吗 走了吗 走了很多 对 昨晚睡得好吗 昨晚睡得散 最好 哈哈哈 我等一下 我看见面 我那个舒服片 我在看你 把眼睛睁开 把眼睛睁开 我掐你了 怎么回事 你们李不言真的有一套 我跟你讲 哈哈哈 这几个小时 其实就稍微多喊他一点 你今晚一个小时喊一次好吧 你轻呼一下 还是要吃蛋和肉好不好 豆腐也可以 一定要多吃好吧 多吃点啊 蛋白质吃的 不长胖的没关系 好吧 下班下班 烤糊了 表现的并不是很好 长期差 但是收获也很多 嗯 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以后 也一定会去改正 我们三个都这样想着 不能丢脸 丢自己脸没关系 不能丢自己老师老师 这一点是有时候真的是被骂 无所谓 确实学到的东西还是比较开心的 然后 今天考试确实有一点小尴尬 其实 第一次上门诊还挺紧张的 然后也很开心 今天 然后老师能够给予我一个 比较好的评价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接下来 继续努力 把 接下来的实习的每一天 都能够过得非常充实 而且有收获 加油 今天早点 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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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刚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最 打动我的就是 林晏医生然后带着高尚 还有刘畅 去给患者送花 因为那天是教师级 他说患者也是我们老师 对 我不知道 大家的阶段当中 有没有那样一个特殊老师的存在 就对自己来说意义重大 除了我专业上的老师之外 我觉得我要非常感谢 是我之前一个带过我的经纪人 对 因为我就是个学生 然后后面参加一个节目 然后出道的 所以我一开始我的性格就是那种特别害怕 我是真的害怕 就是在任何场合 我一定会坐在最角落的地方 然后就一句话不说 谁都不会听见 所以我包括我之前录的节目 可能是一期录完 我可能就是啊 哦 嗯 就这样子就没了 但后面就是算是我的代教老师吧 他就经常会用特别 特别理性的话来告诉我 他说你如果 不去努力的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 不去努力的让别人看见你 那你就不要觉得你有什么资格 可以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 所以慢慢慢慢的 我就各种打击下 我现在也变得就特别特别的 坚强很多 就今天看了整个这片子 我觉得我们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的 今天我看到 医生和患者之间 是可以称老韩 小张 小李 姑娘 叔 是可以有温度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第一我看到的是 这八个医学生的成长 第二 我们也看到 这几个主任 对医学生 他们真的是言传身教 这个作为师傅 作为老师的这种帮带 对实习的那个意义 是他们成长得这么快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第三 我们看到的是 那么温暖的 医患关系 对 也给这些医学生的成长 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土壤 怎么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爱说 三个字就是沉浸式 就觉得我们offer 特别像一个沉浸式 做医生的一个节目 所以我觉得offer 其实也是我们那个老师 让我们去互相理解医生 所以我觉得offer 也是我们一个能够 沉浸式当医生 然后能够去更多的理解 和认识医生的职业的这样一个好节目 人总在某一个阶段犯错最多 我觉得那个阶段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候 收获最多的时候 对 那李不言未来的收获真多 有机会 有机会 哎呀 有机会了 好的 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医院的实习当中 这八位医学生能够给我们带来 更不一样的表现 熟水好吸收 本节目由135度超高温煮沸的 康师傅和开水 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下次一调猜对 加油 本周我们即将迎来首次周的考核 来包解一下 请进看 你会消毒吗 早点早点会早吗 啊 啊 再这么 下期化 会分盘的 我怎么会是 看我们为什么就要十八圈啊 哦 完了完了完了 你的镜子永远跟住我这把东西 我 哎呀呀呀 腰力太大了 除此之外呢 你们每个人还要这一次24小时的夜班 哇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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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哦 天呐 我本来在铃声一响我们就要兴奋了 哈哈哈哈 好 说快点 人不离别 哦 哎呦 老子疯了 这咋办呀 天呐 我们会根据大家这周的具体表现给大家考评打分 考评如果不通过那会在第一阶段留级继续学习 大家注意一下啊 今天下午是任务开始以来第一次正式的考核 哎呦我今天好像没有输入 我们下面一个一个进去接受打分 我天呐 人生第一份守城 守城 不是叫你写大病史 你这个描述啊 土话联平 你既然汇报 你就开错刀了 如果说 这种是非常低级的错误啊 所以你是想救他们还是想害他 这个太难了呀 对于病人 我们还是应该告诉他病情 因为首先 病人对自己的疾病有第一知情权 第二 人往往对未知恐惧 如果知道了 反而不那么恐惧 可以比较积极的配合治疗 三 家属知晓病情后 异常的表现 反而引起病人的猜忌 继续影响治疗 对于文化程度不高 心理素质较差的病人 我们医生 可以循循渐进的 告诉了具体的病情 这也是对病人的 负责了 对于患者来说 他们有权了解 自己的健康状况 更有权选择 接下来的人生 该如何度过 所以 在合适的时候 以一种恰当的方式 告诉患者 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我们应该选择一个合适的 能够保护患者隐私的环境 合理地告知患者真实的病情 在招待病情的过程中 我们用词要谨慎 要避免反复地强调 恶性啊 癌症啊 这样的字眼 用患者和家属 能够听懂的方式去表达 尽可能地充分解答 他们对于疾病的疑虑 想知道更多医学生 有趣生活日常 打怪升级成长 每周四二十点 会员专享加更版 等你来看 关注腾讯视频 令人心动的 Alpha官方微博 看加油团和医学生直播 了解更多这场故事 来微博 进入令人心动的Alpha话题 也参与Alpha任意话题讨论 分享自己心得故事 还能获得节目上评机会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点击播放框下的讨论区 看看小伙伴们都在聊什么 一起参与相关话题讨论吧 腾讯视频TV版 极光TV同步播出 大屏观看更畅快 腾讯极光盒子 超清画质 狂野性能 创建一起看房间 要好友边看边聊 见证医学生成长 关注腾讯视频 VIP微信公众号 可参与抽会员哦 好名企 好薪资 好保障 好实习 在智联 靠谱工作视频见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合作媒体 微博直播 微博校园 微博健康 微博职场 微博教育 Doki 极光TV 极光盒子 一起看腾讯视频VIP 腾讯娱乐 腾讯新闻 智联招聘 Zacker 中华万年利 春雨医生 伊麦通 一点资讯的大力支持